你能想象这个脑满肠肥的男人 是一个肤白貌美的女明星变的吗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这个顶流明星名叫韩世界 大街小巷都是她的广告 她却从20岁那一年得了一种怪病 拥有了变身技能 每个月都会有一周的时间 变成另一个人 不分性别和年龄 前一秒还是万众追捧的女星 下一秒就有可能变成秃头大叔 这项特异功能并没有让韩世界变得独特 反而是给她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因为发病的下一刻 她也不知道会变成谁 就在一个小时前 韩世界作为获奖者 参加一个隆重的颁奖典礼 然而就在上台领奖的那一刻 变身的感觉又一次来袭 顾不上其他转头就跑 这一举动让现场的人目瞪口呆 记者们也疯狂抓拍这位落跑公主 场外经纪人柳代表也及时开车接应她 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凭借自己完美车技甩开了身后的狗仔们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车内的韩世界 已然变成了一个榜大妖元的灰姑娘 还遗失了她的限量版水晶血 果不其然 第二天韩世界逃跑的消息就传遍了网络 还造谣说她已经有了私生子 其实是因为那天韩世界变身成了一个小男孩 出门遛狗的时候被记者拍到 面对这样的诽谤 韩世界也是怒火中烧 她这一消失直接造成众多代言违约 当地最大的航空公司Troll 就是其中一家 Troll的当家人徐道仔 也有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遭遇车祸后的她患有严重的脸盲症 就连自己的母亲迎面走来 她也是认不出来 正因如此 她在想要记住一个人的时候 靠的是常人不及的细致观察 此时徐道仔来到韩世界躲避的医院寻找她 脸盲症的她 在顶楼并未认出伤心哭泣的韩世界 因为韩世界的不续约 电话里跟助理说着要打压韩世界 给她点颜色瞧瞧 却不知道她旁边的女人就是韩世界 韩世界实在听不下去 她将手机抢了过来扔到了楼下 回到公司后她才反应过来那是韩世界 为了认出她徐道仔还给韩世界贴了很多标签 最让徐道仔操心的是 韩世界要跟公司解约的事情 因为公司要跟外国的一家公司合作共享航线 外国老板的女儿又是韩世界的粉丝 为了签约必须要让韩世界帮忙 为了让韩世界续约 徐道仔以韩世界的名义 向贫困学生捐了一亿韩元 并进行了一系列线下的捐助活动 接下来徐道仔就开始要挟韩世界 如果他不签约 那么他假捐款的事情就会被媒体曝光 无奈韩世界最终签字妥协 就在今天 两人共同会见了航空公司的合作伙伴 但对方却以Troll航空提供给顾客的服务 并不满足他们的要求 想要拒绝合作 此时两人发现小姑娘居然是个聋哑人 没想到身旁的韩世界 却是熟练地用手语与小孩交流起来 这一幕这个霸道总裁 对韩世界有了莫名的好感 见此徐道仔立刻和对方说道 代言人不仅是公司的形象 也是公司的政策 他们会立刻在飞机的服务中安排手语翻译 这下也趁了外国老板的心 他很愉快地与Troll航空达成了合作 由于韩世界的加入 这次的合作也是完美达成 乘机返航的路上两人的关系也缓和了很多 相互为之前见面的不礼貌而道歉 突然正在熟睡的韩世界却猛然睁开眼睛 他感觉自己又要变身 预感大事不妙后慌忙站起向卫生间跑去 来到卫生间的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果然他的容貌 慢慢变成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女人 还没等回过神来 出于担心的徐道仔已经闯了进来 背对着男人蹲在地上的韩世界 则求他快去拿毯子遮住自己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直觉告诉他此刻的韩世界一定很无助 转头对视的一刻 男人的眼里并没有出现预想的惊慌 韩世界多年来第一次遇见看到自己容貌改变 而眼神没有一丝动摇的男人 韩世界就这样全副武装下了飞机 两人以暧昧的姿势走在一起 被埋伏在机场的狗仔拍了下来 之后照片就到了徐道仔的妹妹手里 和大人之间关系 这个小妇婆也打算出手阻扰 晚上看着韩世界一望在自己这的行李 打电话却发现是一个男人接的 男人还说韩世界在洗澡不方便接听 挂掉电话对方的话不禁让徐道仔产生误会 感觉有点吃醋 第二天徐道仔让韩世界过来拿行李 并且限时30分钟否则就丢掉行李 想到小姑娘送的礼物 韩世界无奈只好前去 原本以为徐道仔不会认出便身后的自己 没想到对方看到自己后直接走来 慌乱中称自己只是韩世界的保姆 他不明白为何眼前的男人还能认出自己 而他不知道的是男人患有脸盲症 所以他在寄人的时候早已不是看脸 而是超出常人的细致观察 为了弄清白天的人是否是韩世界 男人打算去韩世界的家 门外遇见喝完酒回来的韩世界 顺手顺走韩世界遗落在地上的手机 进门后就看到这样一个如商场般的衣帽间 而此时服饰未患的韩世界 已由保姆变回原来的自己 为了掩饰韩世界先发制人 怀疑徐道仔是不是有脸盲症 随即拿出照片让他在其中找出自己 没想到对方却能正确指出合照中的自己 隔天一早发现自己手机在徐道仔手中后 来到对方公司特地换上了工作服 并且拿了前台小姐的胸牌 然后假装是公司职工 混进徐道仔的电梯中 想要试探他是不是脸盲 韩世界以为天衣无缝 结果还是被他给认出来了 计划败露韩世界于是打算赶紧打车回去 不料旁边的路人很快就认出了他 因为他跟徐道仔共乘飞机 并且亲密地走在一起的照片 已经上了热搜 媒体们还说这是徐道仔和韩世界度蜜月了 成群的路人让韩世界不知所措 这时候徐道仔却冲进人群 再一次用衣服为他遮挡 带着他一路往前走 并让韩世界相信自己 只要跟着他走就好 韩世界和徐道仔的绯闻 现在传遍了大街小巷 为了做好公关形象 徐道仔特地来邀请韩世界 一起参加一场公益活动 活动过半 徐道仔的妹妹将摄罗过来故意找茬 当着媒体的面珠和自己哥哥找到爱人 却被韩世界三言两语 轻松在各大媒体前化解了误会 而活动下来后的韩世界也是告诉小富婆 自己是和他们家公司签了合约 所以今天才会来到现场 并不是为了嫁入豪门才来到这里巴结 也不想参与他们兄妹之间的斗争 小富婆被怼得也是没了脾气 转身去做别的工作 看着远处再次走来的小富婆 韩世界觉得对方又要搞小动作 没办法只好使出必杀技之美男技 缩使恩浩对付这个小富婆 迫于韩世界的因为恩浩只好答应 就在韩世界和徐道仔打算换的地方谈话时 小富婆也打算跟上 恩浩的出现打断了他的计划 还想在边上偷听的小富婆 奈何恩浩根本不给他机会 望着眼前这个帅气的男孩 而此时的小富婆也是无奈起来 自己的小算盘只好作罢 更没想到在活动结束之后的第二天 在恩浩兼职的咖啡馆里俩人再次相遇 恩浩也实在太会了 不仅在签章上给摄罗多盖两个印章 还在小富婆的咖啡盖子上画了个爱心 小富婆摄罗虽然表面上毫不在意 但当走出店门的时候 还是调侃着现在的男孩子可真会啊 今天是Troll航空航线的开通仪式 作为一个脸盲症患者会有多辛苦和多可怕 男主徐道仔会告诉你 仪式当天有很多嘉宾到场 为了能够让徐道仔认清楚每一个人 助理助患将嘉宾的照片拍下来给徐道仔看 并且特别介绍了一位名字叫做张金九的人 因为他可是VIP 徐道仔绝不能认错 本来一切都是很顺利的 徐道仔跟嘉宾们都寒暄了几句 可是张金九却出了意外 有位宾客不小心将酒洒到了他身上 张金九只能将外衣脱掉 就在剪彩仪式要开始的时候 张金九上台来跟徐道仔打招呼握手 由于变换了服装 徐道仔无法认出他是谁了 而男人健壮也是打趣着说道 你不会连我这个VIP客户都不认识吧 身旁的众人鸦雀无声 气氛尴尬至极 就在这个时候 把手接过来 并跟张金九打招呼 韩世界的话语礼貌而不失风趣 让张金九也非常开心 顺利帮徐道仔巧妙度过眼前难题 终于气氛变得和谐多了 仪式完美结束后 徐道仔心里却对韩世界念念不忘 毕竟刚才的场合 很多人都在等着看他出丑 但唯有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出手相助 正在车里等待离开的韩世界 车门却被徐道仔一把拉开 霸总的他此时对韩世界终于是产生了好奇心 不过直男开口 原来徐道仔以为自己在睡醒之后就会变身 所以邀请韩世界一起共勉想验证下 韩世界被他的一脸正惊逗笑 表示自己变身跟睡觉没有关系 两人都对对方身上秘密感兴趣 最后徐道仔直接带韩世界来到了公司 公司里徐道仔还假装跟人打电话 说韩世界是过来签和约的 韩世界也很默契地配合他演戏 办公室里徐道仔写下一份协议 双方约定会彼此保密 这天韩世界在做一档访谈节目 主持人透露出时隔十年 李希谢导演带着新剧本回国的消息 这个男人将会韩世界演戏 如果没有他也就没有今天的韩世界 李希谢导演对韩世界来说就像父亲非常重要 因为韩世界总是逃跑 导演以为他是觉得自己红了所以耍大牌 韩世界找到导演 表示想要再次出演他的作品 甚至跪下来求导演 导演也没有答应 这件事情对韩世界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晚上酗酒回来的韩世界 醉醺醺的跟徐道仔视频 他跟他说了与导演的事情 看到韩世界这个样子 徐道仔最终帮了他一把 第二天约他出来给了他一张机票 原来李希谢导演 正好坐初尔航空的飞机出国 为了让两人相遇 初尔航空还给李希谢导演升到了头等舱 可是导演很在意外界的言论 别人都说韩世界变了 于是他也觉得他变了 最终导演还是没有答应给他出演机会 下了飞机的韩世界坐上徐道仔的车 为了表示感谢请徐道仔看电影 顺便检验他是不是脸盲 电影结束后两人走出影厅 但没想到电影院这个时候 聚集了一大群的记者 记者们看到两个人全都围了过来 韩世界本来想要避开 徐道仔想保护眼前人 突然一把搂住他的腰 还将他的墨镜摘掉 并告诉他要保持笑容 就这样两人在记者的闪光灯下 明目张胆地牵着手 韩世界与徐道仔的恋情 在连韩世界自己 都还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媒体落实了 电影院外两人公开恋情的事 很快传到了徐道仔母亲耳中 但他不知道的是两人其实是假装恋爱 然后再假装好聚好散 作为财阀的他除了用钱砸的手段解决事情 还真想不出其他法子了 这不然在家中做钱从天上来 韩世界手机里 收到了一个亿的现金转账 谁还没点脾气了 韩世界立马回转了一亿零一百元给对方 徐道仔的母亲更是霸气 又回转了两亿零一百元 韩世界本来想再次转回 可是账户被限额无奈只好放弃 刘代表突然告诉韩世界 李导演终于同意要面试韩世界 第二天韩世界去面试 作为一个明星要跟实习生们一起 那些实习生们感觉像是被抢了饭碗 这时候韩世界的竞争对手也走过来 并且故意当着大家的面 说出那天韩世界跪在导演面前的事情 让韩世界难堪 轮到韩世界面试时 他的表现非常棒 不仅很快就记住了台词 还把一个很冷漠的杀手 演出了更多层次的笑脸 现场标类的技术也是非常高 这给导演的印象非常深刻 当韩世界走出来后 看见徐道仔拿着花正在外面等他 内心有着异样的情愫向他奔跑过去 同意徐道仔的要求来到他家里过夜 证明自己并不是睡一觉就会变身 两人睡前还在中间放了枕头来保持距离 第二天很早醒来的徐道仔 满怀期待地看着一旁的韩世界 他本以为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 翻身过来的韩世界顿时让他大失所望 因为他的样子和声音跟昨天相比 没有一点变化 韩世界则无奈地告诉他 已经说过了时间不固定 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突然来到了家里 还在半嘴的两人在屋内毫无察觉 门被突然推开 韩世界吓得立刻躲进了被子 原来是徐道仔母亲听到风声 想来教训韩世界 此时怒气难消的他 打算一定要让韩世界难堪 一旁的徐道仔赶紧解释两人并没有什么 此时他的母亲哪里肯听这些 直接上手拉扯着被子 而就在他使尽全力拉掉被子的时候 没想到等了一晚上的奇迹 终于在此刻发生了 不明所以的母亲 误会自己的儿子居然是个给 气得直接晕倒被送进了医院 途中醒来的徐母看到这张高中生的脸 又再次昏死过去 徐道仔则让韩世界先回家 苏醒的徐母垂胸顿足后悔自己的蠢笨 居然要赶走韩世界 此刻韩世界已然成了可以拯救他的灰姑娘 变成男人的韩世界就不能回自己家了 如果被抓拍不知道又要出什么新闻 第二天醒来的韩世界来到衣帽间 却没有合身的男装 只能选择了徐道在上学时期的一身校服 随后来到常去的小吃店 正好听到一名男生正在炫耀自己 如何玩弄某个女孩子的感情的 而恰巧男生嘴中的女孩佳莹也在店里的角落 此时正在低声哭泣 看不惯这种事的韩世界坐到女孩身边 告诉她自己要为她出气 放学时间 韩世界就在校门口拿着花等待佳莹 并且跟她大声告白 佳莹也假装生气地拒绝 周围围了一圈观众 他们都羡慕女孩有这么帅的男生表白 这时候年糕店的那群男生也走了过来 韩世界以一个情敌的口吻质问佳莹 这就是你现在的玩具 被比喻成玩具男生很气愤 她让佳莹自己说到底谁是玩具 佳莹走到她面前 本来她以为佳莹会服软 但是佳莹却说她长得很丑 这下男生被所有人嘲笑 佳莹终于报仇了 但韩世界却被这帮男生追着打 此时徐道在接到警局的电话 对方说她的儿子跟别人打架 来到了警局 看到韩世界的一刻她总算是明白了 男生的家长们见徐道在这个家长来了 马上围上去要求走法律途径解决 徐道在则表示绝对的支持 随后递上自己的名片 表示公司的法务部会马上跟他们联系 对方看到原来是大名鼎鼎的Troll总裁 随即马上笑脸表示 孩子们只是玩闹而已不用当真 女孩对韩世界表示了感谢 最后还是没忍住要韩世界的联系方式 而她不知道的是 眼前帅气的男孩只会存在这世上一周时间 此时的韩世界则是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她告诉女孩自己马上要去巴黎留学 要她好好学习 这样将来就还能遇见 第二天变回自己的韩世界 接到徐道在母亲的电话 眼前一代代的奢侈品礼物 居然是前来跟她道歉的 此刻的徐母仍然认为自己的儿子喜欢男人 拿出韩世界之前遗落的鞋子 请求韩世界一定要做自己的灰姑娘 并且和她儿子继续交往下去 你以为这是黑道组织在做什么交易吗 其实是我们的女主和男主约会的场景 公开恋爱的二人 为什么还要这样偷摸约会呢 原来在几天前 从高中生变回自己的韩世界 二人半夜在飞机场的塔台见面 情不自禁地互相拥吻 事后徐道仔却为自己吻了韩世界向他道歉 而之后也一直没有回他的信息 终于这天徐道仔主动联系了韩世界 前来赴约的韩世界 还特地在咖啡馆门口仔细整理自己 满怀期待走进去 结果徐道仔只是递给自己一个文件 交代明天公开采访的准备事项 而对那个吻却没有任何表态 对他失望至极的韩世界在采访结束后 告诉徐道仔要结束和他之间的秘密合约 感情的事不顺利 没想到工作的事也使他头大 竞争对手蔡又利故意使绊子 不仅和他准备一样的浮华道具 对台词的时候 一到韩世界的部分就说自己想休息 还在后面耍音招 放出消息说韩世界抢了实习生的角色 还抢了自己的衣服 他把韩世界塑造成了一个爱争抢的形象 这天晚上韩世界和导演一起散步 这些天的相处 导演发现他其实一点都没变 还是以前不爱辩解的性格 是自己误信了传言 直言让韩世界多担待着点 性格幼稚的蔡又利 韩世界在外面回来的时候 发现一群工作人员围着蔡又利给他灌酒 并且还要让他做出诱惑的姿势来喝酒 他们还想要拍照 韩世界实在看不下去抢过酒自己干了 韩世界的气势 还是把工作人员们震住了 但韩世界自己也喝醉了 走出去后接到徐道在打来的视频 几天来的委屈倾泻而出 对着徐道载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这时蔡又利也紧跟韩世界出来 一把打掉了他的电话 不但没有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 还责怪韩世界多管闲事 一个劲地推散韩世界 这段时间韩世界一直没有怎么吃饭 刚刚还喝了那么多酒 突然感觉头很晕眩不一会就倒在地上 徐道载担心地一直拨打他的电话 韩世界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医院 刘代表和徐道载两人都在 韩世界一看徐道载就很气 拔下吊针走到外面 徐道载也跟了上去 天台上韩世界表示 不管是秘密合约还是恋爱合约 他都要立刻终止 徐道载办事效率也很高 立刻给人打电话 说可以发布分手的消息了 但徐道载 同时也跟韩世界说了自己这样的原因 以前因为脸盲的关系 他被别人讨厌 同时他也讨厌自己 韩世界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人 他想更加小心翼翼对待不想被讨厌 韩世界听后表示他对自己也很重要 因为在他变身之后 徐道载是第一个能认出他的人 两个人的心结终于打开 在天台的夜晚 两人再次深情拥吻 对外虽然已公布分手 此刻两人内心却是真正恋爱的开始 参加高层聚餐的江涉罗 出于客气正准备给面前的男人倒酒时 却被拦住 告知他这个美女并不适合给自己倒酒 并且话里话外暗示 一些女人并不适合做领导 不尊重的话语 使得江涉罗带着委屈先行离开 来到洗车行终于忍不住 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哭了出来 这一幕恰巧却被正在兼职的恩浩看到 此时的恩浩出于善意 大方地说洗车前他来附 而要小富婆请自己一杯咖啡 在如此伤心的情况下 恩浩嘴里打探哥哥和韩世界的事 恩浩的回答依旧是想知道问当事人 随后起身离开 第二天恩浩接到一份家政保洁的工作 来到屋内这脏乱的情景也是惊呆自己 正要工作的时候小富婆却打来电话 依旧询问自己哥哥与韩世界的事 恩浩却以他打扰自己工作为由挂断 不服气被挂断电话的小富婆 起身去找恩浩 咖啡店里被店长告诉他 恩浩今天并不在 来到商场 当江涉罗以为自己找到时 转身过来的人又再次让他失望 恩浩这个帅气可爱的男人 似乎不是在打工就是在打工路上 隔天恩浩再次去业主家做家挣钱 拿出一个存折给母亲 原来恩浩的梦想是当神父 而做神父就意味着要远离家人朋友 一辈子不能结婚生子 痛苦的母亲让他深深愧疚 只能多打工赚点钱留给母亲 但是今天的工作却出了意外 就在临走的时候 发现了业主不亮的灯泡 好心的恩浩还不忘帮忙修理一下 不曾想好心的他却帮了倒忙 望着碎吊的吊灯 网上查询了下他的价格 看到三十多万的天价也是吓到恩浩 就在这时房子的主人回来了 而事实也再次证明缘分很神奇 昨天找了一天的男人 今天却出现在自己家 晚上面对如何赔偿问题 恩浩也是豁出去了 想要用自己的身体偿还 小富婆当即拒绝 并表示你倒想得美得很 恩浩解释自己打算留在家里为她做保姆 直到偿还了吊灯的费用 小富婆还以为她对自己有意思 但是恩浩马上说自己对女人不感兴趣 自己可是要做神父的人 小富婆听后也是无语 可是想到自己的工作繁忙 确实应该请一个保姆来收拾家务 也就欣然答应了 姜摄罗回到家后 还配有帅气的奶狗保姆给自己卸妆 每一个女生在一天劳累的工作后 都想拥有这项服务吧 借着小富婆对服务满意的劲 又开始让小富婆对贫困地区捐款 正起身想要拒绝 但是看到这样奶甜奶甜的笑容 自己还真是拒绝不了 今天又是高层聚餐的日子 不过今天陪高管们吃饭的女人 并不是姜摄罗 徐道在的出现让众人诧异 毕竟他从不参加这种活动 徐道在走进来并给他们倒酒 一瓶酒都倒光了 一出来的酒洒满餐桌 这样的气势也让那群男人感觉害怕 原来这是徐道在听闻自己妹妹被欺负 过来打压一下这些人 临走前徐道在警告他们不要再惹姜摄罗 徐道在很清楚 自己这个妹妹虽然处处跟自己作对 但她其实只是个要强的女人 在男人当权的世界中 她想比他们做得更好 离开后直接来到小妇婆住所 小妇婆下的连忙让打扫的恩浩躲起来 以免产生误会 恩浩也是顺手抱起 寒世界让他照看的狗狗进了房间 没想到两句话没说到的二人 接到了白天高管打来的电话 讽刺姜摄罗居然会无用到和哥哥告状 明白事情缘由的小妇婆不再忍耐 直接骂对方欺软怕硬式的垃圾 随后潇洒挂断电话 将射罗责怪徐道仔 因为他的行为才会让他现在如此难堪 徐道仔霸气说道 看到自己的妹妹被人欺负我受不了 小妇婆正感动之际 房内的狗叫却让他再次惊吓起来 徐道仔想去看看到底是谁在房内 小妇婆卖力阻拦 临走时徐道仔也是告诉妹妹 下次希望他把房间里的人介绍认识一下 自从对外公布分手后 韩世界和徐道仔一直偷摸约会 这天两人半夜约会被抓个现行 这时候门外突然响起了警铃声 原来是韩世界和徐道仔 在小区里戴着帽子又偷偷摸摸的样子 很像是不做好事的人 于是邻居就报了警 为了给他点圆谎 朱焕和柳代表戴上他俩的帽子 跟警察解释 二人只能强人恶心装作是情侣 这才打发了前来的警察和周围的邻居 这俩人估计也是恨死韩世界和徐道仔了 韩世界变身的日子也快到了 可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剧组工作 剧组人员又不允许韩世界离开 原因是拍摄完这一场 就在导演喊咖的时候 欲胆大事不妙的韩世界 立刻向房车跑去 果然还是变身了 这次的变身 让他成为了一个十岁的小孩 晚上柳代表下车东张西望 走路鬼鬼祟祟的 还穿着厚重的羽绒服 到底是想做什么呢 原来是怕记者拍到变身成小孩的韩世界 两人才以这幅搞笑的形象回家 进屋后悠闲地吃起夜宵 这时妈妈打来电话 韩世界也不能接 但她没想到 下一秒妈妈就出现在了屋子里 原来是韩母没打招呼就来看望女儿 柳代表赶紧撒谎说韩世界去外地了 而这个孩子是她的侄子 知道女儿拍戏繁忙的她 见到韩世界不在也并不惊讶 柳代表正打算带着韩世界离开时 没想到韩母叫柳代表赶紧去照顾她女儿 小孩就留给她照顾 就这样韩母在家里每天做家务 为韩世界做饭 韩世界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吃零食 韩母做了很多韩世界小时候喜欢的菜 每天晚上也哄着她睡觉 韩世界很久没有感觉到这样的母爱了 一天早上韩母正在打扫卫生 吸尘器的声音将韩世界吵醒 韩世界突然想到自己衣柜里的秘密 绝对不能让母亲发现 韩世界给徐道在打电话求救 又将饮料倒在床上假装尿床拖住韩母 就在收拾好床单被褥后 韩母刚要打开衣柜门的时候 徐道在正好来了 外界都以为她与自己女儿分手了 此刻她跪下来求韩母说要见韩世界 并且邀请韩母去外面谈一谈 徐道在看见变成小孩的韩世界 感觉她很可爱 听说她尿床了之后更是嘲笑了她一番 餐厅里韩母对徐道在的印象非常好 她希望徐道在能够给韩世界一个家 趁着徐道在和韩母在餐厅里说话的时间 韩世界叫来恩浩和柳代表 赶紧将衣柜搬空 当韩母再次打开门的时候 已然变成一间健身房 询问小男孩哪去了时 柳代表撒谎说他的家人带他回家了 这时已经变回自己的韩世界回到家 经过这几天相处 她更加能感觉到妈妈对自己的爱 当她回到家后一把抱住妈妈 晚上母女二人在床上谈心 韩母总是在催促韩世界结婚生孩子 可是韩世界却不想 她怕生出和她一样有怪病的孩子 第二天韩母拿着行李离开了 晚上韩世界就约徐道仔在家中约会 两人在家里点起蜡烛喝起红酒 气氛很是浪漫 徐道在一把将她拽进怀里 然后两人便开始接吻 正在这甜蜜时刻 屋子里的灯突然亮了起来 这一幕被又突然回来的韩母抓个现行 韩母对于两人这么亲密一点都不吃惊 还很自然地称呼徐道在为徐女婿 而徐道仔的一生岳母 也是叫的韩母心花怒放 今天的韩母一大早就精心准备了食材 做出丰盛的便当 随后送去徐道在的公司 徐道在面对岳母的手艺 也是赞不绝口 为了表达对岳母的感谢 徐道在带着岳母来到商场买衣服 韩母也是开心的一件件事起来 一边的祝患抱怨自己可是个正经历数 徐道仔立马说给他涨工资 别在这里搭拉着脸 随后韩母就在二人热情夸赞中 愉快地结束了今天的购物 当韩母大包小果地回家 韩世界看到知道来龙去卖后 却非常生气 他觉得自己跟徐道在交往 已经让他失去了很多 自己的妈妈还去这样打扰他 第二天徐道在安慰韩世界 韩母主动找他 他并不觉得麻烦 反而是很高兴的 之后两人还一起买呱呱乐 还在床上一起打牌 一起假装粉丝给韩世界留言 玩得不亦乐乎 但韩世界却没有料到 有一件天大的事等着他 这天韩世界和恩浩柳代表三人 一起做美甲的时候 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 是医院给韩世界的通知 原来韩母患了一线癌 韩世界发疯式地跑到医院 从医生口中得知 韩母仅剩一个月的时间了 此时的韩世界才明白过来 母亲那天是想着在最后的时间 给未来女婿做一顿饭 而至于那些礼物 她是怕不收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吧 崩溃的韩世界放声大哭 韩世界非常自责 她对母亲的身体状况完全都不知道 想到母亲在受病痛折磨难受的时候 自己居然还在做着美甲 懊悔自己没有珍惜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 随后到来的徐道仔也是向韩母承诺 不管任何时候 自己一定会陪在韩世界身边 两人并相约 等韩世界新电影上映后一起去看 韩母即使病重手里的火也没有停下 她在给韩世界的狗狗做衣服 希望狗狗能够健健康康的 代替自己一直陪伴韩世界 这一个月里韩世界一直陪着妈妈 经常对妈妈说我爱你 每天用相机记录着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刻 虽然只有一个月了 但是两人在这段时间里非常开心 这天回家整理衣物的韩世界 身体再次感到异样 原来因为悲伤过度 变身的日期也是被打乱 望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 她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 无助的她只能联系柳代表 替自己去医院看护 柳代表只能跟韩母说 韩世界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韩世界在房间里毫无意义地度过每天 等着便伸回自己 这边韩母等了多天 韩世界还是没有来 韩母的身体日渐衰弱 终于有一天支撑不下去了 这天韩世界接到了柳代表打来的病危电话 听闻噩耗的她不顾现在的样貌跑去了医院 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母亲伤心哭泣 看着陌生的面孔 母亲还在疑惑不知道面前的人是谁 可母女连心 很快她反应过来 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女儿 当母亲认出自己后 韩世界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韩母也是充满了自责 女儿竟然独自一个人承受着这样的压力 自责的同时还不忘安慰女儿 告诉女儿她很开心 因为有机会看到自己女儿老了时候的样子 最终母亲还是在她眼前去世 叫着比自己年纪小的人为妈妈 也让医生产生疑惑 怕暴露的柳代表 只好让韩世界在外面等着 她会好好处理 韩世界站在医院门口大哭 出差的徐道在也赶了回来 她这次真的远远的 就一眼认出了韩世界 徐道在走过去赶紧抱住韩世界安慰她 在葬礼当天 一个人躲在洗手间大哭 外面由恩浩和于美照看 在很多前来祭拜的人里 韩世界拍戏的剧组也来了 处处跟她作对的新金女蔡佑丽也在其中 当蔡佑丽在卫生间补妆的时候 遇到了痛哭的韩世界 此刻的她还在好奇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能让眼前的大妈如此伤心 就在她转身走出卫生间后 没想到韩世界却到了恢复的时间 与此同时刚刚离开的蔡佑丽 发现自己的口红 望在了卫生间的洗手台上 转身返回 正好跟恢复过来的韩世界撞了个照面 事情有点不对 刚刚大哭的大妈不见了 韩世界却走了出来 心中埋下了疑惑的种子 江社罗也来到了葬礼 这次她没有咄咄逼人 反而是给韩世界最好的鼓励 因为江社罗也失去了母亲 原来徐道宰是自己父亲 重新组建家庭后没有血缘的哥哥 面对同样失去母亲的韩世界 她也终于温柔下来 她告诉韩世界要加油 葬礼结束后 韩世界将妈妈的花和一些物品 带回了自己的家 虽然妈妈不在了 但是韩世界 好像还能看见妈妈 为她做家务准备食物 累了的时候在沙发上看电视剧 韩世界也不知不觉的 重复着妈妈的诡计 感觉家里到处都是妈妈的气息 韩世界将妈妈生前的录像拿出来看 妈妈在录像中也一直嘱咐韩世界 要按时吃饭睡觉 给韩世界加油 韩世界就这样抱着母亲的视频入睡 在韩世界母亲葬礼上 发现了一些端倪的蔡佑丽 之后便请了侦探调查韩世界 今天侦探给了她一份视频 反复观看视频后 确定了当天卫生间里进去的是大妈 出来的却变成了韩世界 然后又翻了翻韩世界以前的绯闻 更加坚信了自己的推测 那就是韩世界会变身 隔天蔡佑丽立刻将韩世界约出来 还给韩世界看了当天监控的视频 故意刺激她 之后更是要韩世界 跟自己一起参加真人秀自证清白 一时慌乱的韩世界也一赌气答应了 在真人秀拍摄的那天 韩世界却变身了 韩世界变成了一个老爷爷 拍摄催促的电话已经响起 蔡佑丽立见到无人接听后 猜到了今天就是韩世界的变身时刻 随后竟然跟导演谎称 韩世界在电话里告诉她 邀请众人去她家里拍摄 韩世界赶紧给柳代表打电话 柳代表叫车将韩世界送到自己家 然后打算用点特殊的手段来拖延时间 上车后柳代表先是打电话告诉恩浩 记得要去她家里照看韩世界 随后给普记者发了一条短信 说她出了事故帮她爆料 于美看着前方加快车速故意撞到树上 普记者也配合柳代表发了新闻 说韩世界的经纪人受伤 后面的行程都要取消 现场的导演看到新闻 这才阻止了真人秀 但这次柳代表伤得很重 在医院里一直昏迷不醒 看到新闻的韩世界对此感觉到很自责 徐道仔也赶紧去医院 询问受伤的人是不是有韩世界 因为他一直无法联系到韩世界 当得知韩世界并没有住院后 徐道仔给恩浩打了电话 恩浩说韩世界应该在柳代表家 可是当恩浩到达的时候 却四处找不到韩世界 韩世界给徐道仔发短信 说自己要去别的地方待上一段时间 可是一周的变身周期过去了 韩世界的短信电话始终没有过来 这天晚上徐道仔走过人行横道 失魂落魄的他 此刻正与路过的韩世界擦身而过 各自远去的时候 熟悉的感觉让他停下脚步 突然转身和对面的人隔着马路相识 徐道仔确定 那就是消失了一周的韩世界 想要过去却被过往车辆拦住了 这时他突然接到电话 对面的韩世界摘掉了帽子口罩 露出了七寻老人的样貌 说自己的脸一直变不回来 说完的韩世界再次消失不见 这一次 也是到了考验两人关系的重要时刻 这时候柳代表也出院了 他找徐道仔一起商量如何找到韩世界 柳代表问了徐道仔一个问题 他是否会在意别人的眼光 这个问题徐道仔没有立马回答 因为他也不能确定 是不是一辈子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祝患突然甩过笔记本 试问徐道仔到底怎么回事 回想着之前韩世界的每一次变身 自己和他的点点滴滴 转身出门的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他出门打算开车找韩世界 而韩世界在公车上 看到走出公司的徐道仔 韩世界立马下车奔跑过去 最后挡在徐道仔车前 韩世界知道自己这个样子 无法跟徐道仔在一起 但是他奢求以后能偶尔跟他见面说说话 徐道仔也因为自己有过不坚定念头而自责 他又开始讨厌自己 此时徐道仔决定放弃一切 跟韩世界在一起 韩世界被他感动躺在他的怀里哭泣 这时候奇迹发生了 韩世界突然恢复了原貌 今天徐道仔带着韩世界一起参加家庭聚会 饭桌上父亲突然提起 前几日是女儿摄罗的生日 尴尬的是一家人全都忘记了 这时的徐道仔拿出礼物 小富婆也是没想到 自己这个哥哥居然还记得自己生日 内心充满欢喜 离去时韩世界告诫小富婆 恩浩是要成为神父的男人 希望他不要去轻易玩弄他的感情 小富婆可不想听韩世界的话 他立刻给恩浩打电话 让他陪自己吃饭 恩浩以工作为由拒绝 没想到一回功夫 自己打工的店却被小富婆包敞了 餐厅里吃饭的二人 在得知几天前是小富婆生日后 恩浩大方地请了这一顿饭 第二天恩浩出现在江涉罗的公司里 原来是恩浩觉得 小富婆一定没有吃上蛋糕 特地为他补一个 但没想到这时的小富婆却突然告白 恩浩却以自己以后是上帝的人 委婉拒绝 没有许愿的小富婆直接吹灭蜡烛转身离去 没想到回到办公室的他 却双手合十霸气地向神祷告 让神把这个可爱的男人让给他 作为回报自己会捐很多钱给他 恩浩虽然一直拒绝小富婆 但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动心了 隔天上班中的小富婆 看到父亲送来的花 思念着恩浩随机打电话给他 这时内心动摇的恩浩 在教堂希望神父给他正确的指引 神父直接让他穿上他的衣服感受下 当恩浩照镜子的时候 正好被小富婆赶上 小富婆看到恩浩这样的装扮 以为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神父 立刻伤心地离开 没想到刚到家恩浩就追了过来 恩浩问小富婆为什么喜欢自己 小富婆坦言 自己第一次遇到长得这么好看温柔的人 气氛正好的时候 没想到自己联姻的对象崔气浩突然来了 小富婆让恩浩回去等着他 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 此刻刚从国外回来 原来的小富婆一心想要上位 所以才找到眼前的人联手 但此刻自己的心境已经改变 毫不知情的崔气浩 拿出一份资料给小富婆 说是可以把徐道仔拉下马的关键 这个关键正是徐道仔的脸盲症 然而男人不知道的是 随后这份资料到了徐道仔手里 第二天徐道仔就先发致人 对公司坦白了自己的病情 之后回到家趁参加家庭聚餐的时候 徐道仔说出了病情 看到孙子以前这么痛苦 爷爷也很自责 他觉得自己以前对徐道仔太苛刻 这时候小富婆也坦白了自己的事情 他不打算跟崔气浩结婚了 而且跟哥哥在家人面前和解 以前徐家吃饭都是充满了火药味 但这次却非常的温馨 就在前几天恩浩接到小富婆的电话 原来生病的他却不能去医院 害怕影响公司的股价 所以拜托他送点药 见到虚弱的小富婆恩浩很是心疼 随后进屋做了一桌好吃的给小富婆 安静地看着他吃饭的时候 突然说出了心中一直想说的话 想要救赎眼前吃饭的姜舍罗 这样的表白方式也是没谁了 至此两人也正式交往了 现在恩浩也有了新的目标 不做神父的他打算去考法官 知道恩浩在打工的同时 还在完成着自己的学业 心疼的小富婆则是每天不辞辛苦的 开跑车接送他 而今天他告诉恩浩自己公司太忙 可能最近都没有时间来接送他 恩浩刚要表示理解 没想到小富婆直接掏出一把车钥匙 告诉前面的车是他送他的礼物 让他不要有负担的收下 恩浩也是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交了个非常有钱的女朋友 即使是工作繁忙 小富婆偶尔也会来到学校查岗 就在今天撞见一个女生向恩浩表白 正在抱怨自己魅力大的恩浩 却被身后突然响起的喇叭声惊醒 摇下车窗的小富婆让他立刻上车 并且让他把手里的饮料丢了 恩浩也是听话地乖乖丢掉饮料匆忙上车 没想到的是车子居然直接开进了自己家里 小富婆当着恩浩父母的面说 恩浩这张脸摆在外面太危险 所以请求同意他们把恩浩交给他 气场强大的小富婆言辞里充满着谈生意的感觉 老父亲终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我至少也要知道你的职业是什么吧 小富婆想了一下霸气说到职业是财阀吧 老两口都在郁闷还有财阀这个职业吗 一旁的妹妹却是带头鼓掌起来 认定了这个富婆嫂子 母亲虽然还有点懵圈 但儿子只要不做神父 就是被驴牵走都行 今天蔡佑丽又在背后耍花招 约普记者见面想要爆料韩世界的秘密 但没想到与韩世界一向交好的普记者 也叫来了韩世界 韩世界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形象 将果汁倒在了蔡佑丽的身上 但是蔡佑丽很在乎自己的形象 所以他无法还击 韩世界说我倒希望自己会变脸 变脸之后把你杀了 没有人会知道 这下可真的吓到了蔡佑丽 之后的每天都在惊吓中度过 害怕身边的陌生人 是韩世界变得来杀自己的 之后网上的新闻 就爆出蔡佑丽精神错乱而且自卑 这个消息 让在韩世界家聚餐的他们笑成一团 今天的徐道仔 也是跟大家坦白了自己的病情 这个时候祝患找了过来 他质问徐道仔 竟然未经他的允许将病情爆出 徐道仔使出杀手锏给祝患长了工资 祝患这才罢休 今天的徐道仔非常开心 因为不仅拥有了爱情 同时还拥有了多份友情 本以为苦尽填来的二人 没想到命运再次开玩笑 这天约会完的二人回到家 韩世界躺在男友腿上休息 聊了最近所发生的一切 此时徐道仔 也说出了自己患上脸盲症的原因 原来在十年前 从小被爸爸抛弃的徐道仔 在爸爸临终的一刻 他去欧洲见其最后一面时 为了救一个老太太出了严重的车祸 头部受到剧烈的撞击 昏迷很长一段时间才苏醒 醒来的他孽夜遭到损伤 因此无法辨别人脸 而通过手术治疗的成功率只有5% 最后只能先行放弃 听到这韩世界再也坐不住 起身慌乱的独自一人逃回家 韩世界听完整个事情 他知道那是自己的第一次变身 韩世界无法接受这个真相 因为他的原因徐道仔痛苦了那么多年 韩世界回到家 将变身后的照片全都砸碎 这一张张为了纪念的照片 此刻却让他痛苦不已 徐道仔此时打来电话询问是否平安到家 韩世界再也装不下去 哭着说徐道仔救的那个老太太 就是第一次变身的自己 担心的徐道仔立刻赶去了韩世界的家 拼命地敲门 而门内韩世界却不知如何面对他 第二天找到柳代表 说自己要退出娱乐圈 柳代表很是不解 最终韩世界说出真相 直言自己实在承受不了这些想要隐退 之后韩世界退隐的消息就发到了网上 别人都以为韩世界是要结婚了 所以才退的 徐道仔看见这条新闻后 就接到了韩世界的电话 韩世界跟徐道仔说抱歉 他又要逃跑了 并且让徐道仔忘记一切 电话挂断之前 韩世界跟徐道仔说 自己真的很爱很爱他 徐道仔收起电话冲出门外 飞车前往韩世界的家 而当他到达的时候 韩世界的家已经搬空了 徐道仔走在挂满照片的屋子里 想起两个人以前说的话 终于忍不住情绪跪在地上大哭 这一年中韩世界都躲在乡下 柳代表偶尔会去乡下看看 顺便带点必须品 他在乡下过得也很悠闲 每天就是织织毛衣看看书 有的时候还在网上读故事给大家听 传说思念爱人就会织毛衣 韩世界倒是织了很多 今天的徐道仔刚从国外回来 他来到公司与母亲擦肩而过 但是不同以往的是 今天的他认出了自己的妈妈 原来这段时间徐道仔去国外做了手术 十年前只有5%的几率 到了今天虽然提高到20% 但还是存在很大的死亡风险 但是为了不让自己心爱的女人 在自责中度过一生 她还是铤而走险 好在手术非常成功 之后徐道仔又去妹妹的办公室 他本以为妹妹的长相会很凶 但没想到自己妹妹却是圆圆脸很可爱 见完了亲人后 徐道仔打算去乡下找韩世界 开车经过书店的时候 看见狗狗在门口 他就知道韩世界一定在书店里面 当徐道仔走进书店 四处寻找韩世界的时候 韩世界却正好结账出门 两个人擦肩而过 韩世界的狗狗真是一个小人精 他拉着韩世界不让他走 韩世界不小心将书掉在地上 这时候走过来一个人帮他捡书 韩世界一抬头 这个人竟然是徐道仔 这个久别重逢的眼神拉丝真是绝了 当韩世界知道徐道仔为了自己 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做手术时 忍不住哭起来锤打他 徐道仔却说 你是我拼了两次命的女人 就用一声来报答我吧 晚上徐道仔穿上韩世界为他织的毛衣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爱意一满整个屋子 第二天两人离开乡下 两个人回到家后 将曾经的变身照片重新挂在墙上 原来中间空着的部分 也放上了两个人的合照 拥有爱情滋润的韩世界 变身的周期间隔也越来越长 最近两三个月才变一次 这样下去很有可能 不知不觉就会痊愈 这天徐道仔带着韩世界 来到自己不知的场地 正式向韩世界求婚 之后来到海边 在海边看着眼前的人 徐道仔再次对韩世界表达爱意 也许正是徐道仔 接受了韩世界身后无数的他 才让韩世界懂得了爱 变身的魔咒也正在解除 愿屏幕前的你们 也会拥有自己的爱情 关注我带你一起追剧